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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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真是很漂亮 可以看到這房子都很漂亮,很新 這些都是新屋 全部都是幾層 這邊應該是一條村 這邊應該是很新 這裡寫著 蓮鳳新村自設 002,即是第二棟 acontec後 這裡 現在來到這裏 應該是一條舊村 這裏有個籃球場 這裏有個魚塘 就是剛才的魚塘 有魚 在這裏 這個村口有大融樹 這條村 這個連堂村 連堂里 這裏寫著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村位 上面這裏寫著 連堂里 連堂里 這裏有個水井 蓋住了 旁邊這間 就是 一間池塘 宇鎮周公池 這條村應該是姓周 連堂村 這邊 這間屋 稍微舊一點 這裏屬於長沙 長沙區 這裏屬於長沙區 你們這村子是姓周 那裏是姓周 西安的鄉 全部是姓周 洞落的鄉是姓周 那裏是姓周 那裏是姓周 那裏是姓咧 那裏是姓周 多漂亮 多漂亮 那裏是姓周 這村子都多漂亮 我說多漂亮 屬於做甚麼 我沒有東西 拍攝村子 幫人家 他就說西安里 我找來找去都沒有西安里 其實是西安村 西安鄉 很輕 沒錯 我是幫華僑拍攝村 我幫華僑拍攝村 華僑拍攝村 華僑拍攝村 是 他有很多人 他很老 他很老 是 是 華僑拍攝村 是 華僑拍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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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西安 我不知道那裏是哪裏村 那裏是西安 西安下面有很多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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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鄉 甚深圓是蓮鳳 那裏是蓮鳳新村 噢 即是那裏都是蓮塘的 蓮塘的 那裏都是新村 哦 怪不得知那裏這麼新 那裏那裏很漂亮 這裏就是舊村 那裏是舊村 噢 在上面也有蓮堂村 是,就是,所以他说得不清楚 找死我来的 蓮堂村上也有蓮堂村 是,蓮堂村有很多蓮堂村 蓮堂村,你不是姓吗? 是 蓮堂村姓张,姓周 这里姓周 因为又不姓 是,现在他没有留姓 还有他有些… 是,很难找 叔叔,拍摄村,拜托你 是 现在多不多人在这儿 有些村没人,有些村 这些是什么,是蒙菜 是,是蒙菜 蒙菜 蒙菜 我真的不认识 你们自己种的 是 自己种,就是自己用来吃的 是的 哦,挺好的 留意,那里好吃一点 哦 没有那么多吃 好,谢谢你 这是,这条村 这条村 都挺漂亮的 这些环境 这些环境就是很自然 这些是没有改造过的 这些鱼塘的水 又很漂亮 很清 有雨,养到雨 这些 这些 屋子没有人住 就很坏了 又是 里面就坏了 这些应该都是 那些华桥古屋 你看 上面的墙 是刁了花的 刁了一些 画 那些花 在这里 这些都是 旧屋 这边 应该是村尾 那边 都是连堂村的 新屋 叫做新村 那边 那边 这边屋也是新的 这边 这村 很少人 麻烦你 剩下你们两个 这村 不是很多人 在这边住吗 即是 即是还有几户人 然后就 起了新村 在那边住 哦 麻烦你 其实这边也挺好 很清静 这里 这里也挺好 我说 是啊 很清静 现在出回村口 这边是连堂村 这边是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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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池塘 隔壁 可没关系 这边是池塘 这边是池塘 隔壁 这边是池塘 隔壁 这边是池塘 隔壁 有这个池塘 这边是池塘 隔壁 有这个池塘 几个门 应该是连一绰 內部公開攔 這裏有個亭 春享亭 很有與視 這裏有個亭 各位良亭 周齊欣先生 周亭 心先生 捐款 興建 這庭是給人捐款興建的 大樹旁邊有土地 這裏是連堂村 現在走出去 其實這裏連堂村都很大 這裏很大 這裏很漂亮 很新、很漂亮 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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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清晰 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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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理 很美 這房子也很美 都是幾層的房子 這房子是兩層建築的雖然有造型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村子的屋子比较新 在这里 好像走进去又有一条村子 这里又是一个篮球场 应该是一条村子 这里是大仓新村 这里是一条村子 这里是三号 又是一条村子 这里是二号 这里是一条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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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 這個魚塘是在護欄 但這些護欄應該不是新製的 這些是舊村 這條村有些人 老人家在這裏 這些屋正在建 有些屋根 是生命的 有些屋根 是屋根 有些屋根 是屋根 有些屋根 是屋根 是屋根 大倉新村 6號 1號 由這間屋開始 好像是另外一個村 這條叫青龍村 向西1號 原來這裡有很多村 這條又是一條村 剛才那一條 不知道屬於青龍村 還是大倉村 這條村 現在走進去 原來這裡走進去 就是剛才那條村 應該就是那邊看過來的村 剛才就是那邊的魚塘 這邊是村頭 這裏有一個土地 這裏有一個魚塘 地堂 這條路好像 西安村 一路走進來 就好像這條路 這條路 這條路 這條是青龍村 第六行 1號 看門牌 最清楚 什麼村 這條叫青龍村 這條路 這條路 看看這條路 青龍村 這條路 這條路 六號 看到門牌 又好像不是 這裡 大倉村 應該是大倉村 看不清楚 看不到下面的字 應該是村字 大倉村 這是六號 我想那些村落得很密 就是生產隊 現在就走出去了 這是很多西安村 來到這裏就是不知有幾條村 真的有很多條村 這間是青龍村3號 在路邊 這間應該是村位 對 這是大倉村文化室 這是大倉村文化室 現在走出這個村口 西安村 村口 西安鄉 應該叫做 香港的太陽 不算很猛 這間屋子 新屋子 這間屋子 是水邊的村 沒有門牌 這裡有個門牌 這裏是西安新村 第一行六號 西安鄉 新村 現在出回這個 魚塘 這裡 這裏 很漂亮 這樣一看 這個殿堂村 很漂亮 就很漂亮 這裏就是連唐村 這邊應該是新村 可能是蓮堂村的新村 現在出回鵝公村 這間農莊 這是鵝公村的農莊 今天這個西安村 就拍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